越來越多手機遊戲,嘗試將以往大家在主機上喜歡玩的遊戲系列 用類似的方法帶到手機上 以前手機不夠勁、不夠快,很多時都會脫皮脫骨 但今時今日,連手機都有Gaming 用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試試類似的作品呢? 如果有的話,今天的特別介紹 《 極無霜》就可能會適合你 其實聽過名字都知道《 極無霜》是玩些甚麼 這款遊戲是一款3D 的三國動作遊戲 玩法當然是怕如其名玩切草 即是用一個三國的武將進入不同的地圖 追著敵人的兵仔不斷斬 不過遊戲雖然的名字跟某間大廠某一個系列非常相似 但玩法、操控上就有非常大的分別 手機版的極無霜,除了基本攻擊之外 亦比平時玩其他手機動作遊戲一樣 那麼多樣式的攻擊系統和迴避系統 同樣武將亦有不同的攻擊和控場技能 令到你在戰場上一夫當關時 亦可以更容易做出不同的計測,出其制性 以周瑜為例主動技《 劍周源》 便可以針對前方的敵人作出大範圍攻擊 《 風火輪母》便可以使出一個大型的龍捲風AOE 而招風雅無霜便可以做出一個超大範圍的集體攻擊 對稱兵仔或打Boss 一樣有用 跟你遊戲玩到的三國動作遊戲類似 每一個關卡有著不同的地圖,手機遊戲的地圖當然不會是Open World 地圖其實跟現在普遍大部份的手機遊戲都一樣 三分多中一關 而且地圖中除了有敵人的士兵之外 還有不同的攻城車、陷阱等等 一味靠寵之外,都要好好小心敵人的埋伏 玩得這類斬瓜次賽的遊戲,爽快感給一切都來得重要 如果按不好,坐音Drop Frame 或其他問題 當然什麼爽快感都沒有了 今次極無霜中,就不要說這些Drop Frame 或是要 Pro 機才玩得順 你出不同的絕招特效之餘,還有一些特別的效果 有些效果就像Retro Game 般會打爆螢幕 作為追求爽快的遊戲來說,這些系統就足夠有氣氛了 武漲方面,用三國武漲就當然了 不過不同的武漲都有它的類型 例如當玩家有連擊就會有加成的萬人敵 專用來單挑,不必得人回甲回血的一騎肚 可以無限閃避的法師系角色,鬼谷子 和專用來賣血擋的護國盾 不同角色的隊伍都各有定位 早多的時候,並非將所有角色堆穿在隊伍上就一定好 很多時,你們一見到武漲碎片的字眼就會立即插掉遊戲 這遊戲的開發亦都明白這回事 所以玩家只要抽到10個寶箱,就一定會有武漲給你拿走 如果你儲存石,一次過抽 還會有一個寶箱寶底系統 每10抽就可以拿到一個高級寶箱 第20抽就一定會送一隻金色的武漲給你 20抽,你玩一會兒,系統任務都送夠有石給你 只要你不貪心,初期已經很足夠 遊戲亦都有故事給你 去到每一個大章節,亦都有一個大一點的Boss 給你打 而這隻大Boss 就真的比較大 感覺上有少許以前打回On Again 打網那種感覺 他又會放AOE,來避開地面的MART 不是沒有老陰尾不斷亂按就OK 部份角色還有自己的獨立關卡 將武漲的身世及典故用遊戲表現出來 雖然有許多入面都是虛構劇情 就好像凋繩會暗殺董卓一樣 但這些FF 出來的關卡 就比平時打來打去的戰役更加有心思 除了平時的技能及大絕之外 遊戲亦都將中國的神獸概念放入遊戲中 他並不是被你召喚出來做助騎 而是每一隻神獸都有自己的絕招 當你不夠打擾救命的時候 神獸的全視角攻擊絕對可以幫你保住這條命 如果你打不贏某些關卡 遊戲亦都有裝備 玩家可以透過打回之前的關卡 就可以拿到不同的素材 當升高的裝備等級時 你又可以回來斬瓜截賽 遊戲中亦都有不同的小遊戲 一方面就向其他經典的三國遊戲致敬 另一方面亦都可以拿到一些幫助打高級副本的素材 又或者精煉不同的武器 令你之後打得更加輕鬆 老實說,極無雙你說要很有心度 我講出來你都不相信 手機無雙遊戲 你走進來問我要故事、要支線、要Open World 的話 你玩我嗎? 你玩得這類遊戲都是求爽的 作為一隻要來發洩 純粹要來出氣的遊戲來說 這遊戲真是合格有得 最重要的就是 我現在用一部兩三年前的舊電話 都不會滑機、不會跳格 比某廠組排出的遊戲算是OK 除了像平時無雙的遊戲般斬之外 你亦都可以連回不同的年紀及絕招 將敵人屈起場角 如果你反應夠快 屈到他們死都不落地都不成問題 極無雙已經雙平台上了 如果你覺得平時的手機遊戲要用爐玩得太累 純粹想找這遊戲來發洩你對生活的不滿 我相信今次極無雙絕對幫到你 我相信今次極無雙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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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今次極無雙絕對